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那个被子明显要更有设计感了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它采用的是一条贯穿车身前后的这么一个腰线 其实这个腰线的设计呢 能够在视觉上再次拉伸这个延展性 那么轮圈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低风阻的设计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风阻 增加一点点这种续航里程 那么车尾的造型呢 其实也与EU5大相径庭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只不过它换装这个全新logo之后 我又发现一个不一样 就是它在车尾采用的是这种大间距 然后字号也扩大了好多倍 说实话这个明显没有车头那种紧凑一点的那种有设计感 那么我们在看车内之前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EU7的后备箱呢 它的后排座椅是不能放倒的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咱们这个拓展性 但是呢整体的来看 它毕竟是一个定位一个中型车嘛 它的后备箱的行李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日常的使用的是足够了 那么EU7的车内呢 整体的新鲜感要明显强于外观 它采用了一个横向的视觉感 而且这些出风口人也都变成了一种长条形状的 那么整体呢是为了一个视觉上的延展性 它毕竟是一款中型车嘛 那么换装了一个全新的12.3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相比于EU5上面那个9英寸呢 确实在视觉感上大了很多 然后里面这个操作逻辑这些呢 都是咱们熟悉的操作逻辑 那么方向盘还有12.3英寸的这些仪表呢 咱们就不在这里头多介绍了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呢就是它的换挡机构 原来EU5上面是一个旋钮的 它现在采用了一个比较宽大的这么一个握杆 还不错的一个电子挡杆 然后此外呢 EU7在人性化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就是它增加了一个手机的储物盒 其实它这里头还包括一个无线充电 因为在EU5上说实话 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个能放手机的地方 EU7呢可能是设计师注重到了这一点 可以把手机安全的放在这里了 那么说到动力单元方面呢 EU7呢配备的是一台最大功率160千瓦 峰值扭矩300牛米的永磁同步电机 那么电池组方面呢 采用的是60.2千瓦时的三原理电池组 那么快充呢 半小时能够从30%充到80% 慢充呢大概需要充10个小时 英国米拉调教这个底盘呢 明显感觉这个车开起来更加成熟了 不像之前一些自主品牌车型 总让你感觉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呢 有一些遗憾 那么虽然说这个底盘 不可能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但是相比于此前的这些车型来说呢 至少现在已经是一个 挑不出什么明显毛病的这个感觉了 转向力度方面呢 前几天刚刚体验完EU5 它的那个转向太轻了 而且它的那个随速转向的 那个阻尼增加的不够线性 那么EU7呢 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 有明显的好转 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转向力度呢 也偏沉稳了一些 那么之所以它能够抢先一步 在纯电动的中型车市场布局呢 其实也正是因为 北汽集团有这个庞大的品牌体系 以及产品体系 那么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打造呢 就是源自于制造U7 所以呢 也大大缩短了 它的这个制造周期 那么其实整体来看呢 451公里的续航里程 和15.99万元起的这个起售价呢 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而且呢 未来它还将推出一个 续航550公里的超长续航版车型 那么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